Severian問內需股好像很久沒人提及 下半年有沒有機會炒上去 先問萌牛2319 他就39元有貨 內需股我覺得真的沒人提及 問題是你關注內需股 以內需股為例 近期很多啤酒股 市場上看法非常正面 我也認同我啤酒股之前看得太過負面 但你所說的內需股像萌牛 市場真的興趣不大 因為看不到有十分穩定的盈利能力 相反地有很多原材料價格 分銷成本上升 公司未必能轉嫁出去 所以這類型的內需股上 我覺得你先看業績線 如果你看平均移動線都可以看到 這些是典型我們叫做空頭排列 10天、20天、50天、100天線 是輪著下的 現階段可以的空頭排列都出現了 通常這些圖表出現的時候代表什麼呢 它是走一個down trend 但是與此同時隨時有機會出現技術反應夾緊 而近期就是夾緊 出現一些技術反彈 所以如果你說沒有貨無謀的 突然間彈的時候才想去買 我覺得先看業績 當業績出到你 有些新的方向的時候 才去買 否則最容易出現這些什麼事 就是一彈到10天、20天線的位置來追 接著出來業績又跌下去 就很容易變成想 就是低賣高估 但最終變成高賣低估的狀況 他同時問了華潤啤酒 你剛才也提及過 它是53元有的 是,啤酒股我覺得相對好 正如剛才所說 我自己也在過去一個季度上看得太淡 我當時看淡的原因 就是因為看到大小物價格升得很厲害 覺得長遠來說 它轉嫁不到成本出去 但是隨著近這兩至三個月 華人球的央空很積極地加息 很多商品期貨的價格都已經回到烏和局勢之前的水平了 所以短暫性的影響應該對於啤酒企業來說是不大的 很多啤酒企業都做了期貨對沖等等 但是來近未來也有些存在引誘的 始終說這些公司要做期貨對沖 也要不停地做 來近未來會不會說 可能遲些會看到它在高位的時候做了很多期貨對沖 真的不知道有沒有這些風險 所以見步行步 但是暫時看圖表上面 這些就是在圖表上面 平均移動線拿在一起 例如以華人周圍來 你看最遠最高的那條是10天線 54.6 這些水平 最低的那條100天線 我不看250天線 100天線 都是說49元這些位置而已 這幾條的平均移動線只要股價突然大升或者大跌 就會升穿或跌穿 所以這些圖表代表著什麼 是一個代變格局 大家準備買大勢 但是我覺得由於基本面上暫時不是太差 只要內地控制到疫情 人們再次出來有社交活動恢復 啤酒的行業有機會加價 未必真的太差 股值水平現階段合理 不算特別便宜 但是內需股當中穩陣 所以如果你有貨的話 50元明確就繼續播 繼續加註